万芳睽为三年在开个唱 联城娱乐 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 歌手万芳出道27年 宣布明年将首度攻弹 剧行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演唱会 他坦言这几年一直有接到邀约在小剧弹演出 但他向来喜欢近距离的小新演唱 数度自我怀疑需要这样吗 准备好了吗 一定要唱近距弹吗 而此次终于决定登上小剧弹 万芳笑说也许是时间 缘分都到了 让许多的因素都集合了 万芳明年将首度攻弹开唱 联城娱乐 万芳睽为三年在开个唱 万芳开心说 抱歉让粉丝等了许久 准备好了 不会让大家失望 也坦言颇有压力 被问到如何护嗓 万芳透露没有秘方 就是维持充足的睡眠 现也已开始借甜点与咖啡 这次公弹他为了体贴粉丝 渐轻负担 把最高票价定为3800元 相当亲民 他感性表示 希望让大家都能轻松的迎接这场凝聚过往回忆雨 美好现在的温度聚会 再结束 Ladar możemy